当然了 就这个东西 说一千到一万万 是不瞎扯 你还是真是 就互相的 朋友的力量 榜样 陶红在那么早 就拿了这个 那几大影后 那个是令人瞩目啊 那个时候 那个是能给 中国电影史上留东西的 真的是榜样的力量 然后 他拿奖的时候 你还在那儿 做场记呢吧 对啊 他做场记 我那会儿还是一个 就是 真的是就剧组的 非常基层的工作人员 那那会儿 会不会觉得 很羡慕 我不跟他玩了呀 我不跟他玩了呀 没法玩了 没法玩啊 然后我 这个就是会 自己心里 还是有点自卑 不光是我 就我觉得 我们那几个 好的闺蜜 都是 没有说什么 所谓羡慕嫉妒恨 羡慕吗 羡慕 嫉妒吗 不嫉妒 恨吗 高兴 真的是高兴 那当然 真的是高兴 他做导演 然后又拍了很多的戏 真的为他高兴 当然 我都为他高兴 真的是高兴 不是那种假的三道的 对 就是可能也特别简单 就是 哎呀 终于熬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特别替他高兴 很简单 那后来您执行的时候 这个叫陶红 是不是能 我说实在的 王老师 我那会儿我就没敢想 我在找陶红潘戏 不一样 后来你们合作 这我一个戏啊 对啊 不敢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位置在那 然后很多年 其实不是他 比如说我要直接 陶红 我这你过来一下 怎么着的 他还有他的一个发展 这个作为朋友 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这么想的 然后一些电影的机会 包括他经纪公司上 对他的一些要求 这个作为朋友来讲 你得让着他往上走 你不能说因为咱们是哥们 你就扯着他往那个地下室走 你从来没有拍过金岛的戏吗 没有啊 到现在没有吗 没有啊 我现在那什么了 我现在底气足点了 我好意思张嘴了 那会儿不行啊 我上次了